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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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告诉大家 李家超是极端看不起的 陈茂波是极端看不起的 有人跟我说 林郑月娥甚至在某些人 他比较熟悉的人面前说 叫这个陈茂波做什么 劏房波 这个是财政司司长 是林郑月娥时代的财政司司长 当然问林郑月娥要我找她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马场 看到夏佳里 我问她 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做财政司司长 那时候她在帮林郑 即是她组班的有份 她是林郑选的时候 她有份帮忙 前马会主席 夏佳里 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那她问我 谁做 谁做 那你想想 是不是 所以我同学 我史上最废的财政司司长 本来我这一节 就要讲台湾的军购问题 不如讲开又讲 我真是意犹未准 是不是 你最近看到一些新闻 今天又有个朋友 传了电台给我看 她怕我看不到 她说 香港第三季负资产 住宅按揭贷款的中数 增加九倍 急增九倍 喂 这个很快就回回 当年97年的负资产 那个浪潮 你也别说不麻烦 这种情况在中国 就已经是遍地开化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房贷的问题 OK 有些已经供不起房子 有些房子的价值狂跌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 大家都清楚了 1997年 你看 另外 烧到李嘉诚那一口 长江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我们的小孩 常去希尔顿酒店 去那里喝咖啡 年轻的时候 后来变成长江中心 之前是在中建大厦 不是自己的房子 这些甲级写字楼 很大 李嘉诚那些都空置 李嘉诚那些都空置 长江中心 空置率是二十多个百分比 你只看这些新闻就知道了 那香港是有什么混合呢 那你这些 听话但是 不懂事的人做特首 这几年真的有你熬了 实际说 好像很光荣那样 进去礼賓府 这傢伙 发毛也想不到自己去礼賓府 那就很开心 认得不得了 就是江中耀做 接着这几年有一块你熬了 坏事就每天都有 而且分自答来 就是获获新鲜获获金 看你怎样熬下去 好 这一节 因为最近讲二十大 有讲到台海危机的问题 我们标题不要写战争 大哥 又是黄标 我现在很担心第一段 讲了尼泰苑这段 也有机会被他黄标 你真是黏的 那个AI 即YouTube的AI是short 其实是否真的short 可能都是誘惑 你AI都要有人去设计 那个AI search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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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earch 究竟是否给你广告 你的内容 我不给广告你 你经过AI 先search 我说不给你 是吧 是吧 scan了不给你 是吧 那你scan的内容 或者那些原则 是否你认定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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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所谓 我们都要豁出去 不是怎样 是吧 那讲开台海危机 讲开这个二十大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不断要买一些防卫性武器 是给台湾的 是吧 那北京呢 你一买他就很吵 那别人会说 那有个台湾关系法 是吧 那但是 在台湾里面 也出现不同的声音 就是在野党 或者很多人就认为 喂 你这样帮美国买军火 是吧 美国佬是将军火 卖给你那些有可能打仗的地方 是吧 那些军火箱就发到 真的 有些人会从这个角度看 是吧 那最近呢 这两天 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立法院由国会期开始 接着官员就要来接受质询 是吧 那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审查中华民国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关于国防部主管收支公开和机密的部分 国民党的立委溫玉霞提出一个质询 就说美国售台高效能反装甲飞弹 这些计划今年要交460枚飞弹 目前一枚未交 另外就是 今年要交400枚飙抢飞弹 现在也未交 这些计划明后年国运交200枚飞 这些是延托 即是交货 这些是磅了水的 是吧 然后国防部长就回答他 因为这个现阶段 因为俄乌战争 疫情和原物料等等 的确会造成一些影响 但最后期限就没有变 今年可能有些迟 美方可能明年就会补回 这方面正在努力 国军不会以为 以这作为 藉口就两手一摊 大家不要误解 外界误解是全部延托 拒答复就不好 是持续进行 有些不可抗拒因素存在 你看到这个一问一答 我们来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 其实他那个 我看回那个新闻 他回答的 你哪个都是这样回答的 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一问一答 第一 问那个是没有问错的 否则你一定会说 不是啊 不是你说这个数目 他不会回应你的数目 他只是说最后的期限是没有变 即是deadline是没有改变的 但deadline还是过程 deadline之前是什么时间要交 一定是白字黑字写得很清楚的 就是没有的 现在是 是不是 那接着说 美方可能 明年会补回上来 真的 这个答法是很有问题的 这方面正在努力 那为什么要努力呢 喂 喂 喂 我订了货 或者给了订金 或者给了钱都好 那你有个期限 还有负货的日期 对不对 那全部都一定是白字黑字 好了 他言托的理由 那你也要说 对不对 这个是你说的 不是美方说的 对不对 那美方 你会有没有追他 他到期未附 你有没有追他 第一 其实立委要追问他 你有没有追他 什么时候 几天追他 这是在立法院的外交 及国防事务委员会 喂 你是有责任要回答他的 要回答一些议员 回答一些立委的 但是这个部长回答了 等于没有回答 那你究竟是帮美国人解释 帮华盛顿解释 还是你自己理解是这样的 俄乌战争 是美国佬跟你说的 因为俄乌战争 我的飞弹是迟些给你 这俄乌战争 和他的飞弹研托 付货 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 哦 即是那些飞弹都去了 乌克兰的战场上 是不是这样呢 这些飞弹都不合理 这个客气 是吧 疫情 勉强可以说 可能也是没有 美国没有所谓疫情的问题 是吧 所以就回答了几十亿 他们不应该接受 说是对的 另外 中华民国海陆军 对美军扣坚射式的防空飞弹 和拖式 2B反装甲飞弹 在这个问题上 国民党的六位 马民军就说 我国军队对美方军购不存在 不按时领约的佛质 这个很糟糕 即是他不按时 他过了期 或者延托 付货 没有佛质的 OK 那做什么生意呢 但美方不论因俄乌战争 疫情 产线罢工 或者任何状况 延宕 延宕 这个是读到 延宕 都必须公开说明理由 我刚才也说 尤其是美方 一再宣称台海情勢危急 始终未曾反映武器 膠装的事情上 国防部就宣称 并没有外界流传 军购进度延宕的情形 这个说法很离谱 另外民传党的立委 黄定宇 这个平时也有很多口水 这个是深陆的 最好台湾马上独立的 他说 军方必须考虑变数 军购非粗资在我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没有什么漏了个摩字 对于反装甲非胆 交付延宕一事 国防部应代国会 向美方表达立法院的严重关注 这个就是 他扮认中立 都是认为国防部有问题的 没有完全回应到委员的质疑 而陆军参谋长张元勳 只能够尽力 到最后 这个就是结论 在这个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事务委員会 到最后朝野立委最终决议 就是民进党和民进党以外 执政党以外的立法委员 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其实不是所有的立委 那百多人 这个委员会可能只有20人 可能只有30人 这20、30人 在委员会的20、30人 就做了一个决议 这个我们以前在立法会 都经常有这些决议 但是我们的立法会 这个决议是没有约制力的 OK? 但是人家这个民选的国会 这个决议是有约制力的 决结拖式2B 反装夹飞弹 5000万元的议算 那5000万有多少 大佬? 只有100多万美金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整色整水而已 就是 给美国人看看 这个其中一个效果 但是你看看这个数字 5000万台币 即是百多万美金 对不对? 在整个军购里面 占的比例是低得 对不对? 在说以亿美元计算 这些所谓军购 OK? 买这些军购 所以台湾有时候都很好笑 这些笑料来的 不过始终 是一个民主国家 它是一个民选的议会 是吧? 那这些事情始终都会曝光的 对不对? 那对政府呢 怎样都构成一种压力 但是我们又会想 那台海是不是很危险呢? 哇! 那不是很牙鹰? 嘿! 我买你的武器 是用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嘛 花纳税人这么多钱 是吧? 如果你喜欢过期就过期 喂! 你延档 延档 延档了延期 延迟了付货日期 哇! 打仗的时候就大领落 是吧? 那台湾是不是很牙烟呢? 你现在真的要靠美国的武器啊 是吧? 其实不只是靠美国武器 因为美国卖武器给你 也代表它 除了就是军火商赚钱 是吧? 它制造的军火都要有人买家才行的 大陆 它有市场才行 台湾就是一个市场 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市场 但是另外一个 意义很重要的就是 它要防卫台湾嘛 卖给你就是 是吧? 你自己没有办法研发到这些武器 你才跟它买的嘛 如果你自己 可以研发到这些飞弹 是吧? 或者将来那些无人机 是吧? 现在美国会卖些无人机给台湾的 是吧? 那些无人机很有用的 是吧? 那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你就跟它买咯 是吧? 那其他国家可能外与中国 那个关系 它不肯卖给你的 是吧? 那美国因为有个台湾关系法 和美国现在不妥卖中国 那它就会卖给你 卖多些给你咯 是吧? 但是 喂 它 延当交货 是吧? 你没有准时付货 那 你 又没有办法 去要它 给个理由 是吧? 甚至没有订罚 那这些生意怎么办呢? 那这些合约 那些合约 那些合约就很笨 是吧? 所以带出一个问题 你也不怪得 那些国民党的人就说 你 你做美国 你做美国的狗 是吧? 是吧? 你是被人有这个口实 是吧? 那些如葵 都其次 台湾安全 是否很危险 所以大家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原来是这样的 是吧? 是吧? 这里也有一个 另外他们数出很多 向美采购 按置鱼叉飞弹系统 他们会买很多这些 你明白吗? 你看这里有多少钱? 886亿新台币 是吧? 即是二十多亿美金 是吧? 亿亿美金 你凍结他五千万台币 是吧? 是吧? 这个是 原先以采购32套 按置鱼叉飞弹系统 但美方 由外交管道强迫台方 你当需一次偏齐采购 100套系统和400枚飞弹预算共 86亿新台币 这个也是你任人说的 你买32套 他要你买够100套 即预算是100套 你的钱 你要偏列这个预算 因为你要在立法院通过 那你说这些是吧? 所以他们现在审核 审核中央政府的预算的时候 在这个部份里面 那些立委就可以玩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国民党立委就说 国防部以战备急需为由 强势在立法院通过这筆预算后 美方却告知我方因产能不足全案 要分十年解缴 这个结果就违反美方官学宣称的 2025或者2027台海恐将 发生中共武统战事的预测 这个我觉得他真的说得好 你要分十年 你又说他2025或者2027可能会打台湾 你这头就在恐吓台湾 你看共产党迟早打你的了 有我们的专家评估 2025至2027 就是我经常说第三任 习近平打硬你台湾 那他也是这样说 大家都预料 因为他现在做毛泽东 他没有任何障碍 他一人独裁一人作主 那你现在是2022 2022至2027就是他的任期 就是新的一任的总书记 任期军委会主席的任期就是2022至2027 就是2022至2027 是吧 国家主席是2023 是吧 那我就会说 你这些是吧 估计他未来这五年他会动手 那于是你就要偏列这个预算 就是100套 然后400枚飞弹 这800多亿的预算 形势被人强 没得谈的 世傾則全 利穷則散 就是这样的 就是弱国就无外交 就是大家自求多福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星期四再见 拜拜